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这个百合是从邻居家飞过来的花籽 然后呢有一年我们家这块就出来了一个百合 然后我说我也没种呢 然后我一看我周边的邻居好几家都在种百合 然后它呢,籽飘到我家了 今年是第二年在我家开花 看多么好看,白色的 我们家附近,右边这边 他们是种的是橙色的百合 那边呢,看这两间也开花的,是白色的 以前的工作忙的时候 没有注意是哪儿飞来的 然后这回通过这个颜色一寻找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那家飞来的 隔着两家,种子飞来不知道 而且它就这一棵 比如说去年呢也是一棵 今年也是一棵 跟我一边儿搜啊 它没有羊起来比我还好 它这个茎啊,特别粗 一根茎我就没有给它绑在老地方 就拿这个棍子淡一下 排风的时候,前一段刮那个风好大 它都顽强的活下来了 如果在家里种百合的话呢 就是这个千万不要碰到衣服上 这个花蕊碰到衣服上 据说是怎么洗都洗不掉的 如果要是买百合回家插花的话 要把里边这花蕊碰掉 如果要在室内插花呢 最好只剪掉三分之一的叶子 留三分之二的叶子继续光合作用 明年呢跟球才能变得更大 万一碰到了衣服上 千万不要用手去碰 撕一块儿类似这样的 沾纸箱盒的胶带 撕下来一点儿 然后用它蘸几下就可以了 把伴拿手摸一摸好皱皱皱 我觉得开的特别好 它那个是不是因为有机肥的原因 为的上有机肥呢 我现在来看一下邻居家的这个百合是 它这个百合是种在花盆里边的 所以它这个花茎长得没有那么高 而且它这个花开花一般是三朵 有的是六朵 咋这个百合开花咯 天天换漂亮衣服 来喝影 好香啊 看它这个花蕊 这个两朵是前天开的 这个是昨天开的 这个是今天开的 还有三个 那小昨天已经张开了 看见了吗 在日本的网上看了很多介绍 一般的呢都说花卸了之后 把这个花的上面 从这开始剪下去都 让它别打走就好 让它打走之后呢 它如果打走它会耗掉它这个 跟球的很多营养 剪下去之后呢 留着这个茎和这个叶 这个茎跟叶去光合作用 给这个根球供营养 所以说这个花卸了之后 这个不要把这个都剪掉 等它到秋天过了之后 这个叶子跟茎都干了以后 再给它剪掉 花凋谢之后呢 也要给一点寒林比较高的肥料 继续培养土里边的根球 第二年呢才会多开花 根球在大自然当中 过冬就可以 到了春天再浇水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